请问不知何处寻,密谈方知在此间,大家好,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 先前呢,咱们在影片中多次提到阿南德,大家对阿南德已经很熟悉了,阿南德的预言到底有多准呢?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阿南德的那些神准瞬间。 阿南德曾先后成功预言变种病毒爆发,美国曼阿密大楼瘫倒与日本金刚土石流等天灾人祸。 他7月时发出了警告,8、9月,木星逆行在摩羯座,恐对世界不利,再次验证阿富汗政府垮台,海地发生强震等,算算这已经是他第六度神准预言成功了。 阿南德曾警告,6月20日后,欧洲、印度、美国、日本将发生大事,结果不但多国疫情反弹,美国与日本更发生曼阿密大楼瘫倒和金刚严重土石流等灾祸。 进入7月后,阿南德又强调,木星7月21日开始逆行后,不好的状态会变得更加明显。 8、9月,木星逆行在摩羯座,恐对世界不利,要等到11月21号,木星离开摩羯座,前往水瓶座,生活质量才会好转。 果不其然,世界各国在8月份纷纷发生严重情况。 希腊、土耳其等地中海地区野火狂烧,海地规模7.2强阵,赔上超过1400条人命,数万人痛失家园,包含全球关注的阿富汗局势也在8月迅速延烧。 最终,塔利班极端组织在15日宣布掌权,民主疯狂攀爬美国军机逃难。 另外,台湾受卢弊与热低压影响,豪雨成灾。 不仅多处淹水,高雄桃源区名霸克路桥更遭到山洪冲断,至今仍未抢救完成,社会山区的居民苦不堪言。 阿南德迄今已是第6度预言成功。 然而,阿南德曾表示,木星在11月位于摩羯座,对世界局势不利,无论哪个国家都会面临第三波疫情大流行。 无论你在做什么,处在什么位置,一定要小心防范。 虽然这次可能比先前第二波来得小,但最大一波震荡随即会在隔年4月, 火土大火时发生,届时可能会出现巨大变量或者严重困难。 至于经济稳定复苏,则要等到2023年4月23号过后才会有好转。 阿南德还强调了重点的时间点。 1.2021年11月,木星离开摩羯座前往水瓶座,生活质量好转。 2.2022年4月,火星与土星相合,可能会出现变量或严重困难,此后会再度好转。 3.2023年4月23号,经济大重整并开始成长。 其实阿南德的名声大噪无非是两个原因,除了他预言准以外,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所说的基本都是未知,但极有可能发生的事。 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跟他说的很像,那就是元宇宙。 元宇宙的这个概念来自科幻小说雪崩,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虚拟事件。 在这个世界里头,用户可以连接外物,并且可以做到很多物理世界里无法实现的操作。 未来的元宇宙可能是像电影《超能查派》或者《超验骇客》一样,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网络上。 当时我们可以脱离肉身,完全生活在元宇宙里。 大家听到这么赛博朋克的概念,通常会特别兴奋,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 因为在往后推演了几步后,我们发现等发展到第四个阶段, 元宇宙可能会让人类固不自封,甚至有可能毁了这个世界。 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后续元宇宙的发展推演。 目前看来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,虚拟元宇宙。 元宇宙就是在复刻人类在现实世界的感官感受。 最早因为设备的限制只有手机和电脑, 所以我们只能复刻一部分视觉和听觉的体验。 而这几年技术的发展,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复刻现实世界的体验。 我们可以更快地接受处理、纯输、输出感官信息。 我们来重点说一下负责信息输出的VR终端。 它们的作用是复刻五官的体验。 目前我们对视觉和听觉的模拟已经相当成熟了。 触觉方面,目前有类似头号玩家里头的全身触觉体验。 条件可以通过电流刺激来模拟触觉、嗅觉方面的部分产品。 可以模拟战争中的香烟味,僵尸扑过来时的腐烂味等等。 随着化学与材料学等学科的发展, 理论上未来也可以合成相应的气体固体, 模拟更多嗅觉体验,甚至是味觉。 到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几乎可以复原现实世界, 一切感官体验的元宇宙。 不过呢,毕竟一切只是模拟, 还是很难完美复刻所有感官体验的。 这时候我们会尝试进入第二阶段,脑结元宇宙。 人类的感受其实都是大脑的片局, 而既然大脑信号都是电信号, 我们完全可以把大脑信号转化为计算机, 可以读懂的语言。 翻过来也可以把计算机信号转化为大脑, 可以感知的电信号。 这样呢,我们靠一段代码就可以模拟吃饭的感觉。 随着技术发展, 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直接通过电信号, 完美复刻现实世界带来的感官体验。 不过呢,还是有问题存在, 我们的基本需求还是得现实世界完成, 人类无法跟现实世界完全脱节。 一种解决方案是类似电影《黑客帝国》的场景。 所有人类的肉体被妥善保存, 通过营养液维持生命机能。 这背后呢, 也有两颗要丸的伦理问题。 真实到底重不重要呢? 即使伦理问题解决了, 所有人都愿意选择在元宇宙里生活和工作了, 仍然有问题无法解决, 衰老与死亡。 这时候呢, 人类会尝试进入下一阶段的元宇宙, 意识元宇宙。 随着全脑仿真技术,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 未来如果我们可以像超能茶派, 或者超验骇客一样, 直接把人类意识上载到服务器上, 同时呢, 让意识具备自我计算机能。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肉身, 完全生活在元宇宙里, 彻底的进化为归机生物。 而且我们的意识还可以无限复制, 传到全世界的各个服务器上。 假设意识本身都是我, 那么在意识可以备份的前提下, 只要不存在全球性灾难事件, 引发全网断网, 数据库全毁这样的极端情形, 理论上我们都可以实现永生。 不过呢, 这个时候还是有问题, 人们会变得不再快乐。 大家之所以喜欢元宇宙的概念, 是因为它能摆脱现实世界的诸多限制, 比如空间限制, 我们可以在元宇宙里实行瞬间移动, 我们可以脱离时间限制, 很多动作可以及时反馈, 压根儿不需要等待。 如果我们的意识可以上传到元宇宙,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提高计算速度, 来改变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, 还有就是规律限制。 在元宇宙里, 我们能做到很多违背物理学, 生物学规律的事情, 比如你可以飞, 可以漂浮, 就算被车撞了, 被遇刺了, 也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死亡。 更重要的是在元宇宙里, 理论上你也没有资源限制, 你可以拥有无限多的资源, 你可以拥有无数套房, 无数辆豪车, 无数个名牌包包, 只要计算资源允许, 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元宇宙, 成为自己宇宙的神。 那么问题来了, 既然几乎没有限制, 为啥还会不再快乐呢? 这是因为快乐的来源在于预期差, 几乎什么都能做得到, 要什么就有什么, 你就不会有求之而不得的感觉, 就算你得到了一切, 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, 而且意识被上载, 还有一个后果, 我们的计算速度和准确性变强了, 出现意外的概率很小, 换句话说, 我们的预期变得极其准确, 这也是导致没有预期差的原因, 意识到这一点的人, 会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, 孪生元宇宙, 为了制造预期差, 我们会开始某种程度的自我设限, 复刻真实事件中的各种规律, 物理学, 经济学, 创造出一个现实世界的景象,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数字孪生,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加入随机数, 就像把玩游戏抽道具, 把把欧皇不会让人沉迷, 有了随机变量自然会有意外, 会有预期差, 当然了, 我们也可以自我设限, 让资源不再无限, 不过这也失去了元宇宙大部分的魅力, 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以前科普过的NFT技术, 让元宇宙里头的虚拟物品具备稀缺属性, 这么做呢, 本质上就是让资源不再可以随随便便的无限复制,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, 也可以在元宇宙里头被复刻, 当然了, 这些手段其实在更早的阶段就会开始发生, 像是NFT在这几年就被热炒过几波, 不过呢, 在这个阶段还是会有两个致命的问题, 这两个问题甚至可以有可能让人力不再拥有创造力, 第一个问题是时间资源无法受限, 尚在意识后, 人类实现了永生, 虽然我们会自我设限, 让经济规律重现, 但我们不大可能会让时间资源被压缩, 毕竟从伦理道德来看, 剥夺一个人的剩余时间相当于主动杀死他,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你的看法呢,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吧,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,